我刚刚把它关了,马斯克在推特推出几小时后就取消了推特的灰色官方标签。 推特的新任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周三突然结束了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个新项目。 周三早上,推特开始在一些较大的账户上推出一个标有官方的新名称, 但马斯克当天晚些时候回应了一名推特用户说官方参考该项目。 马斯克重新设计了Twitter Blue,这是一项订阅服务, 用户可以在购买这家社交媒体公司后支付7.99美元购买经过验证的徽章。 官方标签并非旨在授予所有经过验证的账户,并且不出售。 商业公司、商业伙伴、主要媒体、出版商和一些公众人物。 Twitter产品主管Aster Crawford本周早些时候表示, 就在周三该功能被停用之前。 除了是一场美学噩梦之外, 官方徽章的问题在于它是另一种创建二级系统的方式。 马斯克在周三下午的Twitter Space上说, 马斯克在删除该功能后承认, Twitter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做很多愚蠢的事情。